都说第一季中的太子鲁莽无智 优柔寡断 谁曾想到第二季中他一改往日风格 开始锋芒毕露 展现两幅面孔 范贤假死回京找他合作 他怕受牵连 开始装聋作哑 两人决定合作后 为了不泄露范贤的行踪 他将追随多年的护卫全部灭口 为了让范贤永远站在自己这边 他不惜火烧石家镇 栽葬二皇子 事后他还假惺惺在范贤面前秀演技 只有在皇后这个圣母面前 他才敢袒露真实的一面 老谋身算如庆帝 也未能识破他的眼界 去回去问你娘 刚才陛下的那番提点 其实你都听懂 根本没必要来问我 做太子的 愚钝不就是聪慧 其实很多人都被太子在第一季中 鲁莽无智 温吞暗弱的形象给欺骗了 因为他一直都在韬光养晦 伴猪吃老虎 无论是果断与公典解除私人关系 还是替长公主承担罪责 主动放弃三个强力部门 太子都精准试探了庆帝的底线 并以示弱的方式获得了庆帝的安心和偏爱 而京都府公堂之上 他提前拿住滕子经 为彻底击垮范贤所做的两手准备 才叫真正的乾隆在冤 才是他演技的巅峰 此时的范贤 才意识到外界传说中的废柴太子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他落子即是绝杀 无论范贤是否承认打黑拳 都将面临欺君大罪 若不是庆帝及时出手 恐怕自己在难翻身 事后 太子对于范贤立场的判断更是十分精准 以二哥心醒 若范贤早已投效 他不可能亲自登场 他越是往前站 越说明范贤仍未归心 如今看来 陛下把范贤调了 恐怕是当作鱼儿 太子冲撞见察院的骚操作 更是他的一举妙起 为了摆脱沙林拱的嫌疑 他联想到四里里可能已被范贤收买 所以决定以东宫的权威 寄予四里里更大的承诺 看他是否会反水 他还借范若若之口 将自己的行踪传递给范贤 测试对方是否会主动出击 放走或者直接杀掉四里里 以判断范贤是否有嫌疑 虽然行动被陈平平打断了 但太子敢于挑战陈平平的权威 极大的捍卫了皇权 却也是做了庆得最想让人做的事情 随后 太子意识到 范贤的行动背后都有庆帝的默许 而庆帝的目的是借林拱之死 作为出兵北齐的理由 想到这里 太子便火急火燎地降临了林相对范贤的考验现场 让林瓦传话 杀人者 却为宗师 然后呢 悉数转告 林相自然就懂了 太子这么操作 是因为看到庆帝虽然得偿所愿 找到了出兵的理由 但也因林拱之死 与林相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时正是他与宰相府结盟的大好时机 宰相府的未来接班人 无疑就是范贤 而范贤背后还站着检察院 内裤和户补三大势力 太子与宰相府合作 便拥有了超越二皇子 隐隐能与庆帝相抗衡的资本 若论阴谋诡计 太子确实比张牙舞爪的二皇子更胜一筹 但奈何 既然是庆帝将他立为的太子 那庆帝自然也可以废除令令 无论太子藏得再深 演技再好 也终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罢了 outcome 地平均 is 从